早晨, 大家好, 现在是2月3日9点05分 排位了, 早点拆局吧 不知道有没有话跑, 希望有吧 但怎么也好, 始终现在疫情发展得烈 不断转变, 希望快点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不用戴口罩出街 昨天赛事也挺有趣的, 挺利来难的 希望大家有份跟我一起中 当然, 我在拆局的时候没做, 没说 但我在Vchat, 或者在初选中 我也有牵圆齐飞, 家应传奇 当然, 尾场给大家一条单Q 勇猛成坑, 时事有余 那场小级六周, 真是跑得很差 而且, 连串数高都跑赢他, 也挺不错的 因为他被转变了他的位置 第一, 第二, 竟然他进席的时候 是后过转变高之余 还带上时事有余 后一点, 时事有余 是把跑道偏差追上来第二名 我没有那条六保障 是很生气的 但 anyway 我们应该是翻篇 就是 转到这个标准 好, 星期三 第一场 五班千二米 这场马的范围比较宽 我看到这样一纳就看到 有捕捉 至少有起斑腾 一千米跑开的马 应该怎样都会快 然后, 看看实力马下跑 有些 六七只马下跑 我觉得这场马最好 用来 做了准备之后 研究一下, 有什么马会放 有什么马会追 建议最好, 真是 这场是忍受的 一锅马, 虾虾黄黄 重戴眼罩 上次没有戴眼罩, 输了那场 季初赢5班 但那场1千米 很明显它是纯粹赢1班 能够前置的赢 但这场马真的能够前置 跑回1千米 用国能, 看看它跑得如何 但很明显这些马 只是能够拖脚 选择的原因 因为它能够前置D.D. 黄金元帅, Foxwet 的儿子, 来香港跑了5次 就已经下了38分 挺夸张的, 已经跑了3季了 上场 第九名也不是输很远 追下去, 输了2多万位 但在这组里也起不到作用 其实它真的没什么威胁 上次还输给不忘初心 除非它有很大的进步 天王巨星 排了9档 这次用彭国年 涉恩输了2场 之前赢马的时候 也是在潘顿搞34分 现在是38分 我觉得它在5班 当然是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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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的 但我经常觉得它跑泥地 会好少少少 很有趣的, 它的爆发力是有 超级一般5班马 但是它的冲程很短 不知道什么时候肯追 在1月21日试货集 按住跑 时间慢 轻松的 但势头很明显不够之前 那么好 但是它, 八进, 雄方进驱 潘顺隆 这些感觉上是4班尾 5班顶的马 你选择马的时候 要选择 因为它排档最好 9档 但其实也不算最好 在4个里面来说最好 但是排9档一点都不漂亮 好了, 八进 上场也很近的 那场是1,000米 1,200米可能好少少 但是以前1,200米是不行的 那里都是排1,000米 我就觉得直马本身 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这些评分应该可以反弹 但是反弹还是反弹 是否真的可以贏 而且这次排10档 我建议四同彩拖一票 我只能够建议四同彩拖一票 是跟天王巨星一样 在这一班是有能力赢的 喜品腾 今次用到莫雷拉 除了眼罩 我不太担心她的眼罩 那当然 她戴眼罩两次 一个第三个第四 不戴眼罩有一个第二个 但这个马的气管很有问题 好像是腰部有问题 不好意思, 不是气管 是腰部有问题 哦,气管曾经有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痛 当然她能够在前面走 1200米也应该可以放松一点 而且她应该可以在前面走 自己慢慢慢慢走 但是这些健康很有问题的马 第一 第二是用到雷神 我想应该没有5倍 折烈得很重要的马 我建议这些马 最多拖脚 那是虹方进驱 黄浩蓝骑 骑士师傅的马 草地 当然没有泥地那么好 而且近期 感觉上好像 没有之前那么健康 当然 12月11号 跑完之后 她也 休息得很足 1月17号 在大陆 在重发市场 试货集 说给超级炮弹 就是超级炮弹 超级炮弹是什么马 时间不漂亮 慢的 我觉得这马 要先回一下 因为这排十一档 也很难选择她 看她追了一段上来多少 但是我想 应该难的 在这组里 占信龙区 跑了12档 用阳明伦 我想是否应该可以 不用想着 跑了14 跑了15次 跑了14次 跑了14次 只有一次 跑第三 上年在四班 那场都不太好 近期的赛绩 上一场 她追了第六名 即是黄金元帅 那场 她也是 输给了幸运大兴 八进 照算下去 这次的排档 又坏了 32分 好像暂时 不是有特别的好处 比其他马 所以我想 我也是选不到她的排阁外档 雷霆导弹 上次被她在前面 赚了 慢时间 回来 1分10秒35 是不叻的时间 赚了回来 安庭凡胜 天王巨星 当然追不到 金光秀 敬王子 守住好位 便可以追得近 但都说近 因为她真的赚了 那 今次加了磅 行不行 上次17磅 和金光秀平磅 今次让金光秀 3磅 而且 雷霆导弹 二档 是可以赚的 但是 今次会不会再赚呢 大家都知道你这样跑 不敢说 而且肯定会热 我就宁愿 要金光秀 斗志鲜明 王先生 第一 第二 26分 肯定有水位 这只马 在班顶 不能说四班都能贏 四班都可以近 但在五班一定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拖脚 但是不会做胆 你看到她贵内 都是上场才跑起了 所以 上场亏了 部速形势 但是 看今次跑得如何 又是拖脚 很多马都是边线 成终霸 刚刚跑得不坏 前一场 第四名真的 很厉害 但上一场 刚刚这场 前几天 跟前了 是没有后劲的 那只能够留后 跑得长一点 千二米肯定延短 那这次 千二米 他应该不够快 那就留在后面 追踏跑得如何 看见她 赚了内南偏差 其实没有 所以 昨天的表役很頑皮 所以 因为这个原因 我真的选不到她 聂胡章这一只未得过的马 试集 好似好回DD 但一直都未得 我之前也说过 上季初出第三场 以为是很厉害 但是 1分3秒45 再看一看 真的不对劳 他真的不厉害 一点都不厉害 12月26日 跑完之后 看见她的功夫都挺多 看见她和红主马都拍跳 但是状态 但是状态 也不是很足 第一 第二 就是马真的能力比较低一点 敬王子 用田泰安 会适合她发挥的 他能够一档 排个好档 他可以守住好位 我想她应该会像这场马那样跑 即是前一场马那样跑 输给雷程导弹 会守住好位 应该 感觉上她20分 她是不是跟你跑 但是是否赢得呢 不敢说 真的不敢说 但是 感觉上 正当程度好像马胆 可以想想她 好了 说完 这么多只 不是我说到 好像分析了一块 不知想怎样 但是真的因为 这场马实际上太过麻烦了 我只是说一些 有机会的马 黑黑王王 天王巨星 白俊 喜斌藤 雄光晋区 雷程导弹 金刚秀 城中霸 算了 不说了 还有敬王子 我连这些占信龙区都没有说 是一场很乱很乱的赛事 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去看 不要浪费时间去分析这场马 不值得她这么做 我的选择 勤王子 因为是内档 金刚秀 陆档 他应该可以守住四五位 挺好跑的 天王巨星 逼着选择一只后追马 就选择她 因为 在她和白俊之间选择 我觉得她的能力方面好像好一点 但是她是很少的 證明多一点 给我看 至少 还有排档 又在白俊 所以 希望她能够追到位置 黑黑黄黄 放到第四选 原因是想着 她能够跟好位 只是这样 我宁愿选择她 也不选择 雷程导弹 我认为她应该超过雷程导弹 但是雷程导弹 排回二档 你不能不选择她 去第五选 喜斌棠 我怕她跑千二 八进 十档 雄方进区和占訊龄区是外档 城中霸 是七档 但是这只马 今次短直路未必追得及 所以 数下数下八九只马 我建议 真的 忍一忍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